各位看一下 这是傅达人的自画像 像不像 像 现年85岁的资深体育主播傅达人 带着儿子傅俊豪 亲自出席安乐善终师叔画一展 傅达人曾因胆管阻塞 前前后后总共开了六次刀 在四个月内体重从74掉到62 整整报瘦了12公斤 台湾靠机器活着的老病人 痛苦得不得了 比美国多五到八倍 我们需要安乐司法 你没这个法 你只有像薰薰涛 90多岁了还要插这个管子 等那个好几年痛苦 不愿成为家人负担的他 2016年底时还曾上书给蔡英文总统 希望政府推动安乐死 会场上更白满傅达人 自己一笔一画勾勒的 诗书画作品 这小子打篮球他哪会画写实呢 问号一堆 可是所有的才华都上帝所知 文武打球是武 这个是文 因为老年没事 退球以后我就 有空就画有空就写 连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来帮副达人站台 认真的过每一天 那如果可能的话 快乐的过每一天 跟我们现在在推行的这个 安宁疗父的概念是一样 就是说 其实科学医学大夫 到现在应该是 可以说相当进步 附达人口中的救命恩人 联合医院总院长黄胜坚 亲自送上酒儒陈祥字画 帮忙打气 这双界好友也支持推动 附达人的理念 为安乐死合法化 在一个自以为是一个孤儿 那么一个大时代里头 他自己在求生 不畏病痛 勇敢面对生命 附达人真行生命中的每一天 活出自己的精彩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